哈喽,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年龄小,资历老的文弯店猪沈香 今天啊,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一块我非常喜欢的原料 一块海南黄花梨的随形怪雕,异形 这块料子呢,如果不说是海南黄花梨的,应该大家都没法判断到底是什么材质 但是这块料子,底部是有开窗的,非常开门的一块打磨的位置 能清晰看到是一块西部的油梨老料 花纹非常细腻,底色非常好 而且啊,表皮能闻到清晰的海南黄花梨的味道 非常浓郁的酱香黄痰的味道 这块料子当时收回来就非常喜欢 因为非常像一个老人的头部 然后让师傅在正中心的位置又雕刻了一个老人头 非常漂亮,非常有韵味 这种料子啊,我们叫做风化料,也叫做土埋料 有的人叫做半沉风化料 这种料子怎么形成呢 就是原料在砍伐后,掉在土壤中 被土埋住,经过了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自然的风化 风吹,日晒,雨淋,再加上空气的氧化 它的表皮会形成明显的蜂窝状的纹理 这种蜂窝状的纹理,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有一番韵味,有点历史的感觉在里头 这块料子是很早之前出给朋友的料子 然后今天又给收回来了,给他加了几百块钱 正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木制的价格 这几年是不是谷底,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聊嘛 说是不是文文跌价跌的比较狠 同时木器也是价格降的非常狠 咱们先说印度小叶子坛啊 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 印度小叶子坛现在看来啊 真正谷底的时候是19年,2019年也要说是前年,是原料价格的谷底 那年的话,我们在家具厂手里收碎料,最低的时候能收到25万一吨 也要说一百多块钱一斤,那是价格绝对的谷底了 但随着去年吧,从去年开始,一是中印关系,再一个是国际疫情 尤其是印度疫情,造成了原材料的砍伐,以及原材料的运输,都有非常大的难题 这样造成了从今年年初开始,基本上印度小叶子坛的原料都是要靠内部的消化 今年三月份啊,我们把最后手里剩的所有的料都给开了 三月份做了600多斤的原料,然后到现在也卖的都差不多了 那时候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各大的集散地 河北的廊坊,浙江的东洋,包括福建莆田,包括西双版纳 原料的集散地都表示现在基本上靠内部消化了 很少有这个印度那边料能过来了 所以说原料的紧张也是造成价格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头疼的,也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现在能看到的原料 大的集散地的原料都是被挑剩下的原料 已经挑了将近一年了,所以说剩下的原料都是不太好的 收到手里呢,可能做东西都很难有回报率 如果小的散户手里的料呢,确实是好 但是价格非常高 但文文收藏也就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 买涨不买跌,越是这时候呢,我们的生意越好 从今年年初开始明显感觉,不管是订单还是零售都比去年要好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持续的去收料 持续的再来做新的东西 至于很多朋友问说,现在是不是入手的时机 那我觉得,我负责任跟大家说 我认为现在是比较合适入手的时机 虽然说现在价格较19年有明显的上涨 原料价格较19年上涨的最少有30%左右 但没有人能抓住最底 没有人能抓住谷底 您只有走过来望回看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底点 很多人会问说,你就能判断这波涨价能一直持续吗 或者是到明年,到2022年,23年价格会不会再下落 我们业内现在普遍认为,最起码这波涨价一定会持续到明年 持续到2022年中学,也就是说还有一年的时间 因为疫情无法得到控制,再加上原材料的一个紧缺 而且对后市的预估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次的价格上涨与往年不同 这次并非是资本的运作 也就是说不是人为的炒作,是纯粹的原材料的稀缺 经过这几年,虽然说行业一直在 下滑,但是整个行业的消耗量还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家具市场,还是工艺品的市场 所以说原材料的消耗非常大 现在印度南部的紫团原料 其实剩余的量并不算太大了 原材料的稀缺,再加上它并非是资本的运作 这次的价格回调的可能性,大家认为不太大了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合适入手的时机 只是你要选择入手什么类型的收藏品 OK,今儿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免费鉴定顾价,玩玩沈香 拜拜